像JZ、阿姆、小賈斯汀 他們私底下或是出席活動的時候都會穿梳化 他們去看球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他們穿梳化的作品 今天我們這個會場當中特別打造成一種 你看不管是音樂也好啊 或者是你看剛剛Dancer的表演也好 都還是要很有這種所謂嘻哈的文化的感覺 不管是嘻哈或是潮 我覺得這個品牌不僅是穿著舒適 然後也非常的時尚 也對啦 今天可以這樣簡簡單單的這個 怎麼講一個運動外套 然後搭上來就可以出來工作 感覺就很不一樣的 因為像女生我就覺得你看 有嘻哈成分之外還可以有點微信感 有點酷酷的感覺 其實這樣走在路上是不小心被拍到 我覺得也蠻時尚 也很有自己的個性的一面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很榮幸就是 因為之前在台灣沒有賣Supra的女鞋 對 所以我 你看我腳上現在可以先穿到 明天台灣才賣喔 總監剛剛就是因為已經聽到你的心聲 所以特別也說從明天開始就會 全方位的然後大規模 那個CP值很到 CP值有到就對了 超過大襪 超過大襪就對了 對 你講得還沒有很輪轉到一次 對 就不完美想到了 你這個猶豫要不要開口 對 其實我們品牌總監也說 未來我們在整個品牌的這個產品線當中 我們會把價格帶也會變得更加的明確之外 也是對於我們的年紀的族群來說 也變得更加親切更加親民的價格 好啦 那今天我們的活動最後 還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們主要分享一下最近的境況呢 最近的境況就是在接一些廣告跟代言的拍攝 然後明年也會有更多戲劇上面的發展 今年的聖誕節怎麼過 今年的聖誕節就是主持 哦 主持 對 有一些尾牙 有一些主持 是 好吧 那在這裡也要祝福你這個聖誕快樂之外 2017年 新的一年 有沒有什麼新的新年的願望 跟大家分享 新年的願望就是明年SUPRA會帶女鞋 會在台灣上市了 所以希望SUPRA可以就是 就把你的鞋櫃給填滿 對 就是跟著SUPRA一起發陽光的 哦 OK 好 新的一年也希望 發光發熱 再就能回到台灣市場 我們也希望不管SUPRA也好 那景蘭的事業也好 我們也都可以看到更多合作的機會 好 在今天這個活動的最後